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滥饭即矣 灵涕即矣 急则反 故蒙敬名许祖 垂词普度 特立教外别传之旨 皆引上根 闻者千节难逢 受者一时法会 皆当阳体徐祖苦心 必于人伦日用间 立定脚跟 方可修真悟性 我今刀为度师 先以太乙精华宗旨发明 然后细为开说 太乙者 太上之位 单诀总假有为 而真无为 非一抄直入之指 所传宗旨 直提性功 不落第二法门 所以为妙 金华即光也 光是何色 取向于金黄 一觅一光字在内 是先天太乙之真气 水相迁 只意味着此也 回光之功 全用秘法 筑向天心 天心居日月中 黄亭晶云 寸田齿宅可至生 齿宅面也 面上寸田 非天心而合 方寸中居有 玉罗萧台之圣 玉经丹阙之旗 乃至须至灵之神所住 如曰曰 虚中 世曰 灵台 道曰 祖土 曰 黄亭 曰 玄冠 曰 仙天窍 待天心游宅舍一般 光乃主人翁眼 故一回光 周身之气 皆上朝 如圣王定都立即 执欲国者万国 又如祖人精灵 奴婢自然奉命 各思其事 诸子只去回光 定是无上妙颂 光地动而难定 回之既久 此光明节 既是自然法身 而宁神于九霄之上语 新印经 所谓末朝非生者 此也 宗旨行去 别无囚禁之法 再唇响于此 冷言精云 唇响即非 必生天上 天飞苍苍苍之天 即生身于前宫是有 9之之 自然身 今华及金丹 神明变化 各失于心 此种妙诀 虽不差豪沫 然而甚活 全要聪明 又须沉静 非即聪明人行不得 非即沉静人守不得 第二章 元神 十神 天地世人如浮游 大道是天地亦泡影 唯元神真性 则超元旋而上之 其精气则随天地而败坏影 然有元神在 即无极也 升天升地皆由此矣 学人但能守护元神 则超生在阴阳之外 不在三界之中 此为尽兴方可 所谓本来面目也 凡人投胎时 元神居方寸 而神时则居下心 下面血肉心 情如大桃 有肺已负易之 肝左之 大笑肠成之 假如一日不时 心上便大不自在 智文精而跳 文怒而闷 见死亡则悲 见美色则炫 头上天心 何尝微微些动语 见天心不能动乎 方寸中之真意 如何能动 到动时便不妙 然意最妙 凡人死时方洞 此为不妙 最妙者 光以凝结为法身 渐渐灵通 欲动已 此千古不传之密也 下时心 如强帆汉将 其天君暗若 便遥之济刚 久之太阿道志已 今宁守元宫 如英明之主在上 二目回光 如左右大臣济心腹壁 内政济宿 自然一切奸雄 不不倒戈其命理 丹道 以精水 神火 意土 三者 为无上之觉 精水 人和 乃先天真一之气 神火 即光也 意土 即中宫 天也 以神火为用 意土为体 精水为基 凡人以意 生生 身不止七尺者 为身也 盖身中有破烟 破不时而用 时因破而生 破烟也 时之体也 时不断 则生生世世 破之变形 意志无一也 唯有魂 唯有魂 神之所藏也 魂既欲于目 夜舍于肝 欲目而逝 舍肝而梦 梦着神有也 九天九地 九天九地 刹那 立夜 抉择 明明焉 渊渊焉 居于行也 即居于破也 故回光 所以炼魂 即所以宝神 即所以制破 即所以断食 古人出世法 炼尽因子 以反存钱 不过消破 全魂耳 回光者 因消致破之绝也 虽无反前之功 只有回光之绝 光即前也 回之即反之也 只守此法 自然精水充足 神火发生 地土明定 而圣胎可结矣 香郎转丸 而丸中生白 神柱之纯功也 奋丸中上 可生胎离壳 而物天心修喜处 助神于此 安德不生身乎 地灵真性 祭落前功 变分魂魄 魂在天心 阳也 清清之照也 此字太虚得来 与原始同行 破阴也 沉着之气也 赋予有形之繁心 魂好生 破忘死 一切耗色动气 皆破之所为 及时神也 死后想血食 活则大苦 阴返阴也 物以泪聚也 学人炼尽阴破 即为纯阳也 第三章 回光 手中 回光之名 何仿乎 仿之自文史 真人也 回光 则天地 阴阳之气 无不明 所谓 今思者 此也 纯气者 此也 纯响者 此也 出行此诀 乃有中似无 久之功成 身外有身 乃无中似有 百日专攻 光才真 方为神火 百日后 光中自然一点真阳 呼声鼠珠 如夫妇交合有胎 便当静以待之 光之回 即火侯也 不原话之中 有阳光为主宰 有行者为日 在人为目 走漏神时 莫此甚顺也 故精华之道 全用秘法 回光者 非回一身之精华 直回造化之真气 非指一时之妄念 直空千节之轮回 故一夕当一年 人间时刻也 一夕当百年 久途长夜也 凡人自哭的一生之后 逐尽顺生 至老未尝逆事 阳气衰灭 便是九幽之戒 故 不冷言精云 唇响即非 唇情即堕 学人想少情多 存仑下道 为宋观西经 便成正觉 用意法也 因福精云 积在目 皇帝素兼云 人神精华 皆胜注于空窍事也 得此一节 长生者在资 超生者 亦在资矣 此事贯彻 三教功夫 光不在身中 亦不在身外 山河大地 日月照临 无非此光 故不独在身中 聪明智慧 一切运转 亦无非此光 所谓亦在身外 天地之光华 布满大千 亦身之光华 亦自漫天盖地 所以亦回光 天地山河 一切皆回忆 人之精华 尚注于目 此人神之大关键也 此被思知 一日不静坐 此光流转 何所彼止 若一刻能静坐 万劫千生 从此了彻 万法归于静 真不可思议 此妙地也 人功夫下手 由浅入深 由粗入细 总以不间断为妙 功夫始终择一 但其间冷暖自知 要归于天空海阔 万法如如 方为得手 圣圣圣圣送 圣圣相传 不离反兆 恐吟 智之 室约 观心 老云 内观 皆词法也 但反兆二字 人人能言 不能得手 为时二字之意耳 反者 自知觉之心 反顾行神魏赵之夫 则五六尺之中 反求十天地魏生之体 金人但一二十中间静坐 反顾己思念云反照 安得到头 佛道二祖教人看敌尖者 非为夺念于敌端也 亦非为眼观敌端 念又注中弘也 眼之所至 其意至焉 何能依上而依下眼 又何能忽上而忽下眼 此皆物质而为悦 毕竟柔和 约鼻端二字最妙 只是借鼻已为眼之择耳 出不在鼻上 但已大开眼则视远 而不见鼻已 太鼻眼则掩合 亦不见鼻已 大开失之外走 亦于散乱 太鼻失之内耻 亦于昏尘 为垂帘得忠 恰好望见敌端 不取已为准 只是垂帘恰好 任鼻光自然透入 不劳你注视与不注视 看敌端 只于最夫入境处 举掩一事 定个准则便放下 如泥水匠人用线一般 笔字起手一挂 念医了坐上去 不只管法线看也 只观是活法 圆不密的 以两目会观 敌端正身安坐 细心远中 不必沿头中 但于两孔中间 其平处 纪念便了 光是活泼泼的东西 纪念两孔中间 光自然透入 不必着意于中宫也 此术语已扩进要指 其余入境 出境前后 以下只观书 印证可也 圆中二字极妙 终吾不在 便大千指再离许 了指造化之机 圆此入门耳 圆者圆此为端宁 非有定住也 此二字之意 活甚妙甚 只观二字 圆离不得 既定会也 以后凡念起时 不要仍旧己做 当究此念在何处 从何起 从何念 反复推究 了不可得 即见此念起复也 不要又讨过起复 密心了 不可得 无与辱 安心尽 此事正观 凡此者 名为邪观 如是不可得已 即仍旧绵绵去止 而寄之以观 观而寄之以止 是定会双修 此为回光 回者止也 光者观也 止而不观 明为有回而无光 观而不止 明为有光而无回 至之 第四章 回光调息 宗旨 只要纯心行去 不求厌而厌自至 大约初级病痛 昏沉散乱 二种 尽之 却此有 机窍 无过 寄心于心 心者 自心也 自心为心 心一动 而极有气 气本心之化也 无人念 致素 物轻一望念 即一呼吸 应知 故内呼吸 与外呼吸 如生想之相随 一日有几万息 就几万望 虐 神明漏尽 如目搞灰死矣 然则 欲无念呼 不能无念也 欲无息呼 不能无息也 莫若及其病而为药 则心心相依 是矣 故回光 兼之 以调息 此法全用耳光 一是目光 一是耳光 目光者 外日月 焦光也 耳光者 内日月 焦经也 然经 即光之名 定处 同出 而易明也 顾聪明 顾聪明总 亦灵光而已 坐时 用目垂帘后 定个准则 便放下 然 尽放下 又恐不能 即存心于听息 其直出入 不可使而言 听为听其无声也 亦有声便粗福而不入戏 即耐心轻轻微微也 愈放愈微 愈微愈尽 久之 不然微者速断 此则珍惜信前 而心体可实意 盖心系 则心系 心意则动气也 心系则心系 气意则动心也 定心必先知 以养结者 亦以心无处入手 故元气为端宜 所谓纯气之手也 紫辈不明动字 动者以信索先动人 即至字之别名也 即可以分驱使之动 独不可以重敬使之凝乎 此大圣人 是心气之交 而善力方便 已会后人也 甘书云 既能暴乱心常听 此要觉也 盖鸡之所以能生暖者 因暖气也 暖气只能温其渴 不能入其中 则以心引气入 其听也 以心助焰 心入则气入 得暖气而生已 故母鸡虽有时出外 而常作侧耳侍 其神之所助 未尝少见也 神之所助 未尝少见 及暖气亦昼夜无间 而神活矣 神活者 由其心之先死矣 人能死心 原神活矣 此心非枯稿之位 乃专一佛二 乃专一佛二 则未尹 佛云 至心一处 无事不败 心一走 即以气存知 气一粗 即以心细知 如此而焰 有不定准乎 大约昏尘 散乱二病 只要静宫 日日无间 自有大休息处 若不静坐时 虽有散乱 亦不自知 既知散乱 即是 却散乱之机也 昏尘而不知 与昏尘而知 相去西地千里 不知之昏尘 真昏尘也 知之昏尘 非全昏尘也 清明在 是予 散乱者 神耻也 昏尘者 神未亲也 散乱一致 而昏尘难医 辟之病焉 有痛有痒者 要之渴也 昏尘则麻木 过人之正也 散者可以收之 乱者可以整之 若昏尘则 纯纯焉 明明焉 散乱尘尘有 方索 至昏尘全是 破用事与 散乱尘尘有 魂在 至昏尘则 纯阴为主意 静坐时 欲睡去 便是昏尘 却昏尘 只在调息 息及口笔 出入之息 虽非真息 而真息之出入 亦于此记焉 凡坐需要 静心存气 心何以静 用在息上 息之出入 唯心自知 不可使耳闻 不闻则细 气则轻 闻则气粗 粗则灼 灼则昏尘 而欲睡 自然之理也 虽然心用在息上 又善要会用 亦是不用之用 只要微微照听可耳 此句有微意 何谓照 即眼光自照 目为内视 而不外视 不外视而兴然者 即内视也 非实有内视 何谓听 即耳光自听 而为内听 而不外听 不外听 而兴然者 即内听也 非实有内听 听者听其无声 视者视其无形 目不外视 耳不外听 则避耳欲内耻 为内视内听 则既不外走 又不内耻 耳中不昏尘已 此即日月交经 焦光也 昏尘欲睡 极起散步 神星在座 清晨有祥 作一炷香为妙 过武人事多扰 异落昏尘 然亦不必限定一炷香 只要诸缘放下 静坐片时 久久便有路头 不落昏尘睡者 第五章 回光差谬 诸子功夫 渐渐存熟 然枯木言前 错落多 正要细细开示 此中消息 深道光之 武今则可以言矣 武宗与禅宗不同 有一步一步正宴 请先言其差别处 然后再言正宴 宗旨将行之计 欲作方便 物多用心 放轿活泼泼地 令气和心事 然后入境 静时正要得机得窍 不可坐在无事中里 所谓无忌空也 万人放下之中 心心自若也 又不可以一心惩当 凡太认真 极易由此 非言不宜认真 但真消息 在若存若亡之间 依有意无意得之可也 心心不媚之中 放下自若也 又不可堕于运界 所谓运界者 乃五阴谋用事 如一般入定 而稿木死灰之意多 大地阳春之意少 此则落于阴界 其气冷 其西沉 却有许多寒衰简象 久之便坐牧时 又不可随于万人 如一路静 而无端重序呼至 欲阙之不能 随之反觉顺势 此民主为奴义 久之落于色意界 上者升天 下者升礼弩中 若胡仙是也 已在名山中 亦自受用 风月花果 雨树摇草 三五百年受用去 多至数千岁 然抱尽还生诸去中 此树者皆岔路影 岔路即知 然后可求正宴 第六章 回光正宴 正宴一多 不可以小根小气承当 必思度尽众生 不可以倾心慢心承当 必须倾示私语 静中绵绵无见 神情越狱 如醉越狱 此为遍体阳和 金华炸富有 既而万全聚迹 浩月中天 绝大地 巨世光明静静 此为心体开明 金华正放眼 既而遍体充实 不畏风霜 人当之性畏所然者 我欲知精神更旺 黄金起屋 白玉为台 世间腐朽之物 我以真气 喝之力声 鸿穴为乳 七尺肉团 无非金宝 此则金华大名也 第一段 使应 观无量寿金云 雕落大水 行术方向 日落者 从混沌立机 无极也 上膳若水 清而无瑕 此极太极主宰 出阵之地也 阵为木 故以行术相焉 七重行术 七窍光明也 西北前方 一亿位为坎 旧落大水 前坎之相 坎为子方 东至雷在地中 隐隐隆隆 至阵而阳方 出地上 行术之相也 于可类推矣 第二段 即召集于此 大地为兵 流离宝地 光明渐渐明雨 随有彭台而寄之有佛也 今性极限 非佛而合 佛者大觉今仙也 此大断正宴耳 现在正宴 何考有三 一则作趣 神入谷中 文人说话 如隔离许 一一明了 而生入皆如谷中打响 未尝不闻 我未尝一闻 此为神在谷中 随时可以自愿 一则静中 目光腾腾 满前皆白 如在云中 开眼密深 无从密室 此为虚续生白 内外通明 吉祥直直也 一则静中 肉身刚细 如眠如玉 坐中若留不住 而腾腾上浮 此为神规点天 久之上升 何以立代 此三者 皆现在可厌者也 然亦是说不尽的 随人根气 各现殊胜 如摩刻指观中所云 善根发向事也 此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须自己信得过风筝 先天一气 即在现前正愿中自讨 一气若得 该亦立成 此一粒真属孤也 一粒负一粒 从微而至住 有时时之先天 一粒是也 永同体之先天 一粒乃至无量是也 一粒有一粒力量 此要自己胆大为第一意 第七章 回光活法 回光寻寻然行去 不要退弃正业 古人云 是来要应过 不来要识破 此以正念之事 即光不为路转 光即自回 此时时无相之回光也 尚可行之 而况有真正着相 回光呼 日用间 能刻刻随事返照 不着一毫人我相 便是随地回光 此第一妙用 清晨能潜进中原 静坐一二十最妙 凡英式皆悟 只用返照法 便无一刻间断 如此行之三月两月 天上诸真 必来印证你 第八章 逍遥诀 欲清留下逍遥诀 四字凝神 入气穴 六月我看白雪飞 三更又见 日轮贺 水中吹气 继续风 天上游归 时昆德 更有一句玄中玄 无何有香 是真宅 律师一首 玄傲已尽 大道之药 无外无无为 而为肆意 为无为 故不治方所形象 为无为而为 故不惰顽空死须 作用不外一中 而书记全在二目 二目者 斗饼也 斡旋造化 转运冰阳 其大药则始终一水中金 即水香迁而已 前沿回光 乃指点出击 从外已至内 吉福已得主 此为忠下之事 修向二观 已透上一观者也 经头绪渐明 激阔渐熟 天不爱道 直谢无上宗旨 诸子密之密之 缅之缅之 诸回光其总名二 功夫既一层 则光华盛一番 回法更妙一番 前者由外至内 今则居中意外 前者吉辅相助 今则凤足宣献 面目一大颠倒矣 法子欲入境 先调摄身心 自在安和 放下万元 一丝不挂 天心正位守中 然后两目垂帘 如奉圣旨 以赵大臣 主感不尊 赐以二目内赵 喊功 光华所到 真阳即出以应之 离外阳而内阴 前提也 以阴入内而为主 随物生心 顺疏流转 今回光内照 不随物生 阴气极住 而光华度照 则纯阳也 同类必侵 故砍阳上藤 非砍阳也 乃是前阳应前阳而 二物一遇 便纽结不散 阴运活动 输来输去 诸福书臣 自己原宫中 恍若太虚无量 念身轻妙欲堂 所谓云满千山也 自刚来往无踪 浮沉无变 迈住气庭 此则真交够矣 所谓月寒万水矣 四夕冥冥中 忽然天心一动 此则依阳来复 活子时也 然而此中消息要细说 凡人一事一听 耳目足雾而动 雾去则矣 此之动静 全是名术 而天君反俗之意 事常与鬼居矣 今则一动一静 皆与人居 天君乃真人也 彼动即与之巨动 动则天根 静则与之巨静 静则月枯 静动无端 亦与之为静动无端 休息上下 亦与之为休息上下 所谓天根月枯 闲来往也 天心镇静 动为其时 则失之嫩 天心已动 然后动以应之 则失之老 天心已动 即以真意上升前功 而神光是顶 唯导引焉 此动而应时者也 天心即生前顶 犹阳自得 不而欲记 即以真意 引入黄庭 而目光是中 黄神是焉 既而欲记者 一念不生矣 室内者 不忘其事矣 耳时身心 便当一场大放 万元米济 即我之神是颅顶 亦不知再何所 欲觅己身 了不可得 此为天入地中 众妙归根之时也 即此便是明神入弃学 呼一回光也 时而散者一脸 六用之行 此为涵养本人 天由皆命也 继而连者 自然悠有 不被千豪之地 此为安神主俏 何惧先天也 继而影响俱灭 既然大定 此为折藏器学 众妙归根也 一节中 具有三节 一节中 具有九节 具是后日发挥 今以一节中 具三节言之 当其涵养而出境影 何惧意为涵养 折藏意为涵养 至后而涵养皆折藏语 中一层可类推 不义处而处分影 此为无形之窍 千处万处 一处也 不义时而时分焉 此为无猴之时 人会欲世一刻也 凡心非静即 则不能动 动动妄动 非本体之动也 故曰 敢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 若不敢于物而动 即天之动也 智之以物而动 性之欲也 若不以物而自动 即天之动也 不以天之动 对天之信 聚落下说 各欲字 欲在有物也 此为出味之思 动而有动也 于念不起 则正念满生 此为真意 既然大定中 而天即呼动 非无意之动呼 无为而为 即此意也 失守二句 全获精华作用 此二句是日月 不体意 六月即离活也 白雪飞 即离中真音 将反于坤也 三更即砍水也 日轮即砍中 一一阳 将赫兰而反于前也 取砍天离 即在其中 此二句说 斗饼作用 升降拳击 水中非砍乎 木为迅风 木光照入砍宫 射照太阳之金事也 天上即前宫 犹归时昆德 即神入罩中 天入地中 阳火也 墨两句是指出 绝中之绝 绝中之绝始终离不得 所谓喜心敌虑 为木欲也 圣学已知之始 已知知善终 始乎无极 归物无极 活已无助而生心 唯一大藏教指 五道已至须二字 完性命全功 总之三教不贵一句 唯初始入生之神丹 神丹为何 约一切处无心而已 五道最密者梦义 如此一步全功 不过心空二字 足已了之 即一言指迫 省却数十年参访已 此辈不明一节中 聚三节 我以佛家空甲中 三观为义 三观先空 看一切物皆空 此甲 虽知其空 然不悔万物 仍于空中建立一切事 既不悔万物 而又不足万物 此为中观 当其修空观时 一知万物不可悔 而又不足 此间三观也 然毕竟以看得空为得力 不修空观 则空不空 甲亦空 中亦空 修甲观 是用上得力居多 则甲不甲 空亦甲 中亦甲 中道实义 作空想 然不明为空 而明为中语 必作甲观 然不明为甲 而明为中语 至于中则不必言矣 五虽有时 单言离 有时 先说砍 究竟不曾移动一句 开口提云 书籍全在二目 所谓书籍者 用也 用即斡旋造化 非言造化之词也 六根七窍 稀释光明藏 习取二目 而他不盖问呼 用砍阳 能用离光照射 即此便宜 诸子 云阳诗 慧元玉 长云 瞎子不好修道 笼子不防 于五颜暗和 特表其 主辅 轻重耳 日月 原是一物 其日中之暗处 是真月之经 月枯不在月 而在日 所谓月之枯也 不然自言月足矣 月中之白处 是真日之光 日光返在月中 所谓天之根也 不然自言天足矣 一日一月 分开几十半个 何来方成一个全体 如一夫一妇 独居不成世家 有夫有妇 方算得一家完全 然而物难遇到 夫妇分开 夫食为两人 日月分开 夫成全体 知此则耳目 犹是也 五位瞎子以 博耳 龙子已如目 如此看来 说甚一物 说甚两目 说甚六根 六根一根也 说其七窍 七窍一窍也 谷言只透露其相通处 所以不见有两 子被专职其格处 所以随处换去眼睛 第九章 百日筑基 心印精云 回风混合 百日光灵 总之 立即百日 方有真光如 此被上是目光 非神火也 非信光也 非绘制巨蜀也 回之百日 则精气自足 真阳自生 水中自有真火 以此实行 自然交构 自然解开 五方在不识不知之天 而应而自诚意 若略作意见 便是外道 百日立即 非百日也 一日立即 非一日也 一息立即 非呼吸之味也 息者自心也 自心为息 原神也 原气也 原精也 升降离合 息从心起 有无虚实 闲在念中 一息一生池 何止百日 然百日亦一息也 百日旨在得利 昼间得利 夜周受用 夜中得利 昼间受用 百日立即 欲指尔 上真言语 无不与人 身应 真实言语 无不与学人 应 此事 玄中玄 不可 节者也 见性 乃知 所以学人 必求真实 受计 运性 发通 一一 皆宴 第十章 信光 时光 回光之法 源同行 柱 作 过 只要自得心窍 五前 开是云 虚是生白 光非白血 但有意说 初未见光时 此为笑宴 若见为光 而有意 着之 即若意识 非信光也 此不管他 有光无光 只要无念生念 何为无念 千修千楚德 何为生念 一念一生时 此念乃正念 与平日念不同 今心为念 念者现在心也 此心即光即要 凡人事物 任眼而照去 不及分别 此为信光 如静之无心而照也 如水之无心而见矣 少客即为时光 以其分别也 静有盈矣 无静矣 水有相 也无水矣 光有时 上何光灾 此被备出则信光 转念则时 时其而光摇 无可觅 非无光也 光也为时矣 皇帝曰 声动不声声而声响 即此意也 冷言推翻入门曰 不在尘 不在时 唯选根 此则何意 尘是外物 所谓弃戒也 与无了 不相设 如之则任务为己 务必有还 通还互也 明还日月 戒他为字 终非无有 至于不辱还者 非如耳随 明还日月 见日月之名 无还也 天有无日月之时 人无有 无见日月之信 若然则分别日月者 还可与 唯五有也 不知因 明暗而分别者 光明暗 两望之时 分别何在 故意有还 此为内尘也 为见性无还 见见之时 见非是见 则见性亦还以 还者还其时念 流转之见性 即恶难时辱流转 其目为旧也 出入还并见时 上期者 皆明其一一有还 不留见性 以为恶难助障 究竟见性 即代八时 眼时 耳时 鼻时 舌时 身时 异时 传颂时 阿赖耶时 非真不还也 最后并此一破 则翻为真见性 真不还以 此被回光 正回其最初 不还之光 故一毫时念 用不早 时辱流转者 为此六根 时辱成 菩提者 亦为此六根 而臣与时 皆不用 非用根也 用其根中之性 而 今不堕时 回光 则用根中之远性 若时而回光 则用根中之时性 毫离之变 在此也 用心 即为时光 放下 乃为信光 毫离千里 不可不变 时不断 则神不生 心不空 则单不结 心静则单 心空即要 不得一物 是明心静 不留一物 是明心空 空见为空 空游为空 空望其空 思明真空 第十一章 喊离交构 凡漏泻精神 动而交悟者 皆离也 凡收转神时 静耳中含者 皆坎也 七窍之外走者 为离 七窍之内 凡者 为坎 一阴主于 足色 水生 一阳主于 凡人 收剑 坎离 即阴阳 阴阳 即性命 性命 即身心 身心 及神兆 依自 脸兮 精神 不为 静人流短 那是真交 而沉默 忽坐时 又无论 第十二章 周天 周天非以气 作祖 以心道 为妙诀 若毕竟 如何周天 置住掌也 无心而守 如意而行 仰观乎天 三百六十五度 刻刻变先 而斗柄 中骨不动 五心 亦游是也 心即玄机 气即重心 五身之气 四肢白体 原是贯通 不要十分得力 于此锻炼时神 断除望剑 然后要生 要非有形之物 此性光也 而即先天之真气 然必于大定后方剑 并无才法 言财者大命运 见之祭久 心地光明 自然星空漏尽 解脱尘海 若今日龙虎 明日水火 终成妄想 五夕寿火龙真人 口诀如是 不知丹淑所说 更何如也 一日有一周天 一刻有一周天 坎离交处 便是一周 我之交 即天之回转也 未能当下修仙 虽有交之时 即有不交之时 然天之回旋也 未尝少兮 我能阴阳交态 大地阳和 我之中功正位 万物一时畅随 即丹经沐浴法也 非大周天偶和 此周火候 时时有大小不同 究竟无大小可别 道德功复自然 不知坎离为何物 天地为何等 熟为交 熟为一周两周 何处密大小之别焰 总之一身玄韵 虽见得极大亦小 若一回旋 天地万物 西域之回旋 即在方寸复 亦为极大 金丹火候 要归自然 福自然 天地自还天地 万物各归万物 欲强之始活 终不能和 即如天时抗旱 阴阳不和 乾坤未尝一日不周 人中尽得有多少不自然处 我能转运阴阳 调是自然 必时云争雨降 草木酣事 山河流畅 众有乖吏 必觉顿事 此即大周天也 问活子时奇妙 必认定正子时四得相 不得相不指明正子时 从何时活子时 即时得活子时 确然又有一正子时 是二是一 非正非活 总要人看得真 必真则无不正 足不活已 见得不真 何者为正 何者为何焉 即如活子时 是人所时时见得的 毕竟到正子时 稚气清明 活子时 欲觉发现 人为时得活的明了 只向正的时后取焰 则正者献钱 活者不不神妙语 第十三章 宣誓歌 五音度势 丹宗热 不惜婆心 并饶舌 世尊 亦为大姻缘 直指生死 真可惜 老君也患 有五身 传世古神 人不识 古今略说 寻真路 黄宗通理 宰大意 正未居体 是玄关 子武中间 攀定兮 光回祖窍 万神攀 药产穿原 一气出 透目变化 有金光 一轮红日 长赫赫 世人错任 看离京 搬运新盛 成见得 由何人道 何天心 天若符合 道自合 放下万元 毫不起 此事先天 真无奇 太须默默 郑赵赵涓 庆命关头 望一时 一时望后 见本针 水清诸献 玄南策 五使樊杖 一弹空 玉京降下 九龙策 不云汉京 登天关 掌雷亭息 驱霹雳 明神定兮 世出击 退藏密地 为常计 五西渡 张真奴 二词 皆有大道 此后五前 非十也 坎里尔 定兮者 兮兮归根 周皇也 坐者 心不动也 夹几者 非背上 名字 乃直透 玉京 大路也 双观者 此处有难言者 地雷震动 山头 雨者 真气生也 黄崖出土者 要生也 小小二段 已尽修行大路 凭此可不破人言 西夫子 与 盐子 登太山顶 望无门百满 盐子 见为匹炼 夫子 急眼其目 恐惜 太用眼力 神光走漏 回光 可不免灾 回光 再 存心 行去 只将 珍惜 凝照 于中宫 久之 自然通灵 达遍隐 总是 心静 照定 如机 心望 气明为孝 气息 心空 为单肠 心气 魂一 为温养 明心 见性 为两道 紫辈 各已 勉力行去 错过光阴 可惜也 一日步行 一日即魂也 一息 行此 一息 真仙也 免之 免之 打递 人 居 辣 Shy aber 乱 云 居 疯 落 未 未 萝